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天才是里面最美的脸颊 是我深爱的你呀 等待就像影红海天一向的晚霞 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 向往的一刹那 每天笑容跌跌撞着害怕这判那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难道这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让我不法自拔爱上你 是你呀 为其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该怎样 怎么言论尽忧 我对你说我不爱你 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 是爱情吗 让我对你意见又忠惊 是爱情呀 就连自然也也识不起 就算其自然的爱上你 就这样深深的爱上你 搞不懂的真心 嗯 喂 先生 是你吧 能不能把灯打开 你看这么黑 我们好像不太利于沟通 你又是不想见我 看不见正好 误会而已了 我们能不能好好聊一聊 你说 我想解除婚约 为什么 你要是愿意结婚的话 你肯定不会逃婚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了 其实你是被迫娶我的 对不对 温先生 其实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完全可以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女孩子 你不必委屈自己的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我年纪还小 我就没了自由 我还有我的学业 还有我的梦想 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 我不会妨碍你 我很能花钱 什么事都能搞砸 俗称的败家娘吗 我有的就是钱 我在外面有野男人 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 野男人 嗯 你干嘛 有我野毛 带他来见 我什么野男人啊 我刚才都瞎喊了些什么呀 这种殷勤不定的男人 就算姐姐再喜欢 我也不能再替他撑下去了 必须速战速决 可是这一时半会儿的 我去哪儿给他找个野男人啊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 喂 老板 文君 现在的女孩 是都喜欢野男吗 你们一定会出来喝喝酒 对吧 来来来 有你 这个男生有什么好的 谁说不是呢 可小女生就是这个 你看那边 来来 亲一个 老板 您今天是怎么了 是不是和您的新婚妻子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 你是个成年人 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情 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行行行行 就算我欠一个人情 人情 可是他们是一伙的 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的手机 要你何用啊 小哥哥 不赏脸喝杯酒吗 自己挣钱买去 老板 要不 咱们还是回去吧 这里可能 不太适合您的身份 傻白天 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您 这到底是在跟谁较劲呢 野男人 刚结婚一起生活 难免有些误会 把话说清楚了不就好 难道你还没有 把你的身份 告诉你的小媳妇啊 别动 别动 倒酒了 喝 时风日下 上风百俗 不是 看什么 喂 你好 我是她秘首 我都喝醉了 你来酒吧 借一下她 喝醉了 酒吧 就她一个人啊 现在轮到你派上用场了 你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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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你鸣的 你要这样不管 你干什么 那对呀 你干什么 你说我 怎么那么想 下次要补偿你啊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那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嗯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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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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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我今天像野男人吗 小奶奶 能不能不要这么鬼鬼祟祟的 好嘞 好嘞 少奶奶 你还是不要叫我少奶奶了 我实在担不起 你叫我小园就行了 小园 像野偶剧女主的名字 野偶剧 谢谢啊 晋晨说了 让您带人重视一点到紫围公园 他在大门口等您 为什么要去公园啊 怎么不在家里谈 是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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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一直都这么奇怪吗 怪 我 我 neighbor 妹 霍怡啊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这是我应该做的少奶奶 我从今年开始就不再是你家少奶奶了 你永远是我的少奶奶 你等着瞧吧 我等着 我走了啊 我等 拜拜 师傅 走吧 这小年轻 谈个联案啊 还整出这么多花样 我叫袁思雅 你叫我思雅就可以了 一会儿 你可以尽量表现得亲密一点点 知道了 你呢 你叫啥呀 叫我亲爱的 严肃一点行不行 别开玩笑 你不都是已经认我做师傅了吗 那 我不能等会儿介绍的时候说 这位是我师傅吧 那你 就叫我温先生 温先生 这总该猜到了吧 这么巧啊 一会儿过来的人也姓温 我看这个城市干脆别叫温大师了 可叫温家村吧 是啊 useful 怎么还不来啊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竞争关系啊 竞争关系啊 那你还帮他抓我 大師傅 为了混个饭吃 我懂了 你在他手底下工作 但其实你很讨厌他对不对 我能理解 一般员工都对老板有意见 那他到底长什么样 我在家里一张照片都没见过 你不是说他又老又丑吗 怎么 没见过啊 算是见过吧 也算是没见过 算了 反正一会儿就见到了 对了 那我一会儿还叫你师父吧 皮里剪媒 爱撑 随便你 还有啊 你待会儿见到他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跟他说 一定要让他和平 帮我结出婚约 拜托了 你就没想着 试着跟他过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试啊 如果他又高又帅又温柔 没有任何毛病 你也不愿意试一试 那他为什么要娶我 你也不愿意试一试 因为跟你在一起 很开心啊 不要 不是应该先恋爱再结婚吗 乱了顺势的感情 这不纯粹了 纯粹的恋爱 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吗 当然有啊 我就会让他发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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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是说要演情侣吗 不演得像一点 你男人会信吗 师父 我 我想上厕所 你现在在演戏啊 你能不能专意一点啊 对不起啊 你能不能专意一点啊 对不起啊 四眼啊 温先生 年纪也算老点吧 可是不丑啊 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 我这样出来怎么了 跟我走 快走 那我们的事呢 到你所再说 你要带我去哪儿 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房间我也定好了 这段事先没有的允许 你就不要再出来了 我们说好的事 我来带野男人见你 没说要跟你开房 听声 野男人 我认为一小时 我放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回来我很欢迎 但是你先告诉我思雅去哪儿了 你不是最讨厌老爷子接受感情的吗 怎么 现在玩真的 你要不说 我自己去场 怎么现在越长大越开不起玩笑了 在春府大道去吧 对了 哥 既然你回来了 去看看爷爷吧 你觉得老爷子会想见到我吗 行了 别管我的事了 回头咱俩一块儿喝一杯 你不着急吗 快走吧 那我先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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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Mean 你可一啊 怎么了这是这酒 摆着了吗 没事 没事 哦 谷一啊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新任的师傅 是他送我回来的 你别误会啊 他是长辈 长 长辈啊 师傅 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这也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啊 可是你脚晚了 我身为你的长辈 有责任留下来照顾你 你这么做我很感激啊 但是你也知道 这是你老板家 他你惹不起 我更不想连累你 你还是走吧 好 桂姨啊 麻烦送我上去一下吧 男女 瘦瘦不亲 那我自己上去吧 慢点 慢点 我看你这么走我难受 你放我下来 这要是被我看见 这就是装剑现场 你我都得死啊 放我下来 你那么在乎他 干嘛那么着急离开他 如果你再跟那个野男人 胡作非为了 我一定让你们俩死得很惨 我是怕你出师 你知道吗 怎么还不明白呢 慢点 问下什么眼光 怎么会有你这样 你怎么不开窍的下属啊 你怎么不开窍的下属啊 谢谢 谢谢啊 那就麻烦 那位师傅了啊 师傅 好了 好了 我到了 好 你回去吧 谢谢啊 你干嘛呀你 来 坐下 让我看看你的脚 我脚没事儿 休息会儿就好了 说让我看看就让我看看 来 我求求你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万一贵仪给我打个小报告 我就更说不清楚了 你怕什么呀 我就是 今天他已经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现在告诉他 他得高兴出心脏病吧 算了 你就是 我就是送你回趟家 他不会那么不明事理的 不明事理的人是你好吧 总之 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我是为了你好 当然 也是为了我能顺利解除婚约 你怎么突然回国了 还说等新公司步入正轨了 给你个惊喜呢 惊喜就不用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但是后面的事情 一定要处理好 放心吧 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见到月月了 是啊 你妹妹还挺有意思的 我妹妹是无辜的 我希望你不要针对她 放心 我有分寸 你先答应我 嗯 这小云姐让我拦着你 你这位师父不让你进呢 你 你说这家都是您的 我怎么拦你 我太难了我 先按照她说的做吧 那 那您这是要打算瞒她多久啊 不知道 不过 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的 有趣 嗯 那皈依我 就给你 织上一招 想必您平日忙于工作 对着男女之事了解身手 你知道这追女孩子 最大的忌讳是什么吗 舔狗 舔狗 哎 那想当年我追我们家小萌的时候 那一开始 也是极其不顺利的 后来我才发现啊 你一味的付出 一味的献殷勤 那只会让人家女孩觉得你 很卑微 那就像一条狗 你会跟一条狗谈恋爱吗 你的意思是 我刚才笑 那简直了 什么 得 得注意 你 得注意 哎呀 慢点 你慢点 你别扶着我了 你看我脚都好了 哎呀 小萌 你就别难为我了 那人家很关心你的伤势 你说如果你跑出去 那我 饭碗都不饱了我 怎么可能会关心我呀 因为 喜欢你 你别开玩笑了行不行 我身上有哪点优秀的品质值得他喜欢啊 你呀 还是太看得起我了 你说你还不信我了 来 先喝点水 谢谢啊 那跪于我呀 看了太多的演偶剧 这个套路 没跑 你们这个 先婚后爱的情况 那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那比如 前年热播的那个 我的淘宝新娘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啊 那个谁谁谁的暖 暖婚新机 啊 还有 霸道总裁 爱上我 啊 不是爱上你 是爱上我的姐姐 那不都一样吗 哎 打住 我们回归正题好吗 啊 首先 他如果喜欢我的话 他是绝对不可能逃婚的 其次 他也不会那么没有 节操地威胁我 威 威胁 你 啊 哎呀 算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 他到底回不回来 我真的找他有急事啊 那 那您这是要打算瞒得多久啊 不知道 不过 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的 他就就 呃 就呃 就出出差了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呵呵呵 上一次叫我去公园摊牌 直接在高架桥上把我轰下车 这一次干脆连家都不回来呀 呃 忙啊 啊 忙 嗯 哎 你看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怎么是你啊 你来干什么 这斯雅的毕业典礼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去帮她完成 他的婚礼我提她去 他的毕业典礼现在也让我去 你这处礼貌换太子 到底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 出来你没办法呀 你也有原因 你倒还挺理直气壮的你 噓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找啦 那就报警啊 不能 不能报警 这万一这温家告了我们原家 遭殃的不只是我 连你姐啊 酷帽也逃逃不掉 这诈骗的罪名 那又怎么样呢 总比她现在生死不明的强吧 到底是现在你把公司 卖给温家重要 还是你女儿的命重要呢 我已经派人去找啦 我相信很快就有消息啦 救救你啦 救救你啦 我相信你还不如靠我自己呢 全世界都不如你啦 真好呢 那个儿 校长 请问毕业典礼的时候 全班同学都会来吗 那不一定啊 你比如在外地工作的同学 那有可能抽不出空来啊 这什么意思 那 请问 您知不知道 我在班上 有没有和我关系 比较近一点的同学啊 袁瑟雅同学 你这问题可是 问得特别有水平哦 哦 不是 其实我想问的是 还是等毕业典礼那天问同学吧 没事了 校长 我先走了 拜拜 不是 喵 猫猫 你冷不冷啊 冷不冷 老板 你干嘛不直接过去找他呢 你懂什么呀 距离产生没 舔狗这个词听过没有 算了 跟你说了也不知道 可是 您夫人却不知道 您对他这么好啊 有逗猫的性质 都不给我打电话 他不是想解除婚约吗 哦 对了 老板 您晚上约了方总吃饭 时间快到了 走吧 小猫 看我 喵 喵 连锁餐厅你忘了吗 哦 对了 一会儿跟我一起吃个饭吧 我正好有事想问你 好呀 这家饭店的主菜啊都特别好吃 不过 今天的包房都已经排满了 没事 只要你买单 吃什么都好吃 这么多年 修者哥还是这么体贴 怎么了 你盯着我看 还跑跑蛋 你跑得过我吗 你 也是 我跟你一个体校生叫什么劲啊 之前在我餐厅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辞职了 还不是因为我妈天天念叨着我去找工作 还说要找专业对口的 我一个学天津的 工作多难找啊 难不成让我去送外卖啊 我听说现在的外卖员 每个月挣的可不少 依你这速度 肯定能比他们多跑两天 那 好歹 我也是个女孩子吧 好了好了 我逗你了 那我前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怎么一直都没有人接啊 我手机被我爸没收了 那 你有听说你姐的事情吗 她 好像结婚了 不是好像 是已经结婚了 什么 那 那她现在在哪儿 你找她 我跟她认识那么长时间 关系一直都那么铁 她结婚也不跟我说一下 那 她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也在找她 她在结婚前一晚逃婚了 那 那就是说 她的婚礼没有举行 算是举行了 也算是没举行了 我 是我替她去的婚礼 你替她去的婚礼 嘘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 这件事情影响很严重 你一定要替我帮你啊 你放心 我肯定会帮你收口如瓶 所以 你以你姐的身份回来了 我现在简直是度日如年 真希望能早点找到她 我帮你找 裴总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不知道您宴请贵客 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这个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这束玫瑰 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 来 看一下 想吃什么 点最贵的 你安排吧 还点最贵的 亲人 等一下 这次合作 方总提出的条件诚意十足 她就提出一个条件 便是 你干嘛 你干嘛 你看人家是不是很有女人为啊 以后可不许说我汉子了 你这么娘 我真的很受不了 讨厌 你去哪儿找男人 整个温大师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还是我的师父 我人生的指名当 我不找你找谁啊 师父 这么巧啊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 该不会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吧 你说什么呢 你好 我叫裴修哲 请问你是 他也是我朋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你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呢 刚才不是已经介绍了吗 你也是我朋友啊 之前你可是说 我英俊潇洒 是你在文大师 唯一的朋友 那不是情况所知吗 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 才是唯一的朋友 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是男朋友 所以唯一的朋友 好朋友 你也许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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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下期 不想让你 它也许可爱 才许可爱 是想要 以为你在那空荡的房间 剩下我一个 开始下雨了 开始想你了 某些情绪开始脆弱 才晓得曾经拥有过 才会难过 越是深刻就越不舍 认了这结果 你的选择 可然后呢 爱 我放手了你走了 可然后呢 爱 好像是我弄丢了 可然后呢 爱 怎么装作没来过 可然后呢 爱 眼前回忆的漩涡 只需要 我 爱 是 我 是 我 我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